你还在观望上万七吗 外资开始认错回补了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 我是李欧 拜登强推基础建设 哪一些概念股强势回归呢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168点 主要的受惠因素 当然是因为拜登强推基础建设 你知道那个金额真的太庞大了 2.25兆美元 还有你想一下 之前还有1.9兆美元的输困难 加起来4.15兆 金额实在是太庞大了 相当于台币65兆 你看主要受惠分配的金额 一个比一个还大 最主要受惠是谁 交通建设 没错嘛 铁路公路等等基础建设 就分配到6220亿美元 铁公路造桥仆 最需要的是什么 钢铁 钢铁水泥嘛 所以钢铁水泥股一定会直接受惠嘛 问题是我们台湾的钢铁水泥 不太可能运到美国 所以你一定要找在地的厂商嘛 这是第一个哦 那第二个金额很大的电动车 充电桩 哇这个也分配到1740亿美元 再来晶片自主 全世界晶片不是很缺吗 这个车子的晶片 半导体的晶片都非常缺 而且缺到美国 他想要在自己本土盖自己的晶圆厂 所以我们都会很清楚的知道 他为什么要花3000亿美元 这个金额在里面排名算什么 第二多的 第一多就是交通建设嘛 那再来宽屏网路也有1000亿美元 再生能源投资也有1000亿美元 再来是老人跟这个农民医院 金额也蛮庞大的 所以主要受惠的这几大族群呢 我想投资朋友都可以特别留意 因为这是接下来投资的大主轴跟大方向 那你还记不记得 其实好像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这张图你知道什么吗 神秘数字 4万 怎么那么巧 4万亿人民币 这是在2008年11月份 2008年大家都知道嘛 金融海啸 哇这个股市腰斩 指数哦 很多国家指数腰斩哦 很多人真的赔了稀里哗啦 但是当时中国他也推出一个 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 对啊 你不觉得似曾相似 可是你看哦 他推的是4万亿人民币 现在是4兆美元 一来一回差多少 6倍的金额 因为4万亿人民币当时不到6000亿美元 他也是推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10大政策 现在拜登的推的这个 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 真的很庞大 哎 这个金额相当于台币 65兆哦 65兆 相当于台湾40年的一个国家预算 金额很大 代表什么 商机很大嘛 是 而且你知道 当初在2008年11月份 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中国股市 本来从上证哦 从6400点跌到腰斩 剩不到3000 剩不到2000 来到1965点 结果 因为这个计划 你知道涨多少吗 哦 短短的9个月 他指数哦 就涨118% 那你想 如果现在这个 2.25兆美元的 这个重建计划 让美国再次伟大 重建美好未来 假设指数再涨一倍 哇 那有多惊人啊 太可怕了 好 那重点是台北股市 哪些个股可以买呢 对啊 到底哪一些 外资有没有认错回补 有 外资一定认错回补 买144亿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 这个上涨数字很吉利 对 168 一路发 重点是外资开始认错回补 好 所以我想台北股市指数 真的涨蛮多的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说指数4月份的空间 其实不会太大 对 虽然今天大涨168点 但我认为4月份 会来来回回区间 重点还是你选的个股 好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主要受惠的族群 交通建设金额很大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 一定要选美国直接受惠 你在美国有工厂的 像什么 大神钢 大神钢 没错吧 大神钢今天直接供上涨停板 对 那你再看 大神钢是做不锈钢 大神钢子公司 大国钢 今天也直接供上涨停板 而且就是直接锁到底 好 比如说第二个电动车 电动充电桩 充电枪 这一定要的嘛 美国现在充电站有多少个 你知道吗 没有那么多 大概4万 4万个充电站 我记得要迎来50万 没错 他要充电 他要借50万个 你看差距有多大 而且现在美国的交产站 才13万个而已 那你充电站要从4万提升到50万 那你自己想就知道嘛 充电桩 充电枪 它的用量到底会有多大 所以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你看像建核心 今天突破横盘区间 就直接供上涨停板 所以你要从月线角度 长线角度来观察它 不然像飞鸿也是一样嘛 这个充电站 哇 股价 其实之前它就已经先喷了 但是建核心的部分 稍稍有点落后 今天才喷第一根 那会不会像这个飞鸿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好 那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铁公鸡基础建设以外 还有一个晶片 晶片就要花3000亿美元来做投资 半导体整个晶片 那你看 包含像欧盟 日本 然后南韩 甚至于印度 全世界都在布置 台湾的台积电 它也要花三年时间 要投资1000亿美元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有的商机都在这里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寻找相关的设备概念股 今天也蛮多涨顶板 是啊 是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那也记得加入股民当家的LINE Air 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